观世音菩萨,如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施功德 我们和观世音菩萨最有缘了 这可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亲自认证过的 他曾经就告诉过观世音菩萨,如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 至少在中国,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假如有一部系列电影叫拯救娑婆联盟 观世音菩萨绝对是不可替代的主角之一 一边在娑婆世界帮助释迦牟尼佛捧法 一边在西方极乐世界和大势至菩萨一起帮助阿弥陀佛接引众生 那你好不好奇,观世音菩萨和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今天我们就来捋一捋观世音菩萨在拯救娑婆联盟里的世界线 看看他与其他角色有着怎样的背景故事 观世音菩萨与释迦牟尼佛 曾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 还救过他的命你知道吗? 其实观世音菩萨早就成佛了 据《大悲心陀罗尼经》记载 观世音菩萨于过去无量劫中 以作佛境,好正法名如来 为了普度众生,才道价慈航 实现菩萨之身 而在那时,释迦牟尼佛还没成佛 是他作下的苦行弟子礼 这是他们的渊源之一 观世音菩萨往昔做圣马王时 还救过释迦牟尼佛的命 《大成庄严宝王经》记载 当时的释迦牟尼佛是一位大商主 与五百商人去狮子国 准备用各种车程、骆驼、牛支等换取财宝 没成想在狮子国附近 遇上了五百罗刹女 罗刹女们便出狂风大浪 毁了所有船只 五百个商人全都落入海中 只能抱着服务慢慢飘到岸上 接着,五百罗刹女就化现成同女香来到商人上岸的地方 给他们干衣服穿 骗他们跟自己回家 我们都没有丈夫 你们愿意做我们的丈夫吗 我们这里有饮食、衣服、裤藏、园林、浴池等 能让你们衣食无余哦 于是商人们就上当了 各跟一位罗刹女回了家 带大商主 即是迦牟尼佛的前生 回到居所的是罗刹女中的首领 名叫罗底加兰 大商主在他这里共住了几天 他都以各种美味真修供养大商主 令他感觉快乐无异于人间 七日之后 罗刹女忍不住露出了马脚 有一天 商人忽然见罗底加兰从未如此开心地笑 心生一怪 于是问 你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呢 罗刹女回答 此处狮子国 是罗刹女所住的地方 恐怕会伤害你的性命 商人又问 你怎么知道呢 罗刹女说 从此处往南去失禁地 那里有铁城 上下周围街舞有门户 里面的商人大多已经被罗刹女们吃了 只剩下骸骨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亲自去看看 于是 大商主就趁罗刹女夜间熟睡时 拿着月光剑往南路去 走到铁城周扎一看 果然无门无窗 大商主看到铁城边有一棵树 就攀升到树上 高声叫城内的人 这时 铁城内的商人告诉他 贤大商主 你还不知道吗 我们被罗刹女囚禁在铁城 他们于此地日日淡食百人 他们还告诉大商主 自己以前也是先被罗刹女救起再囚禁于此 原来罗刹女说的是真的 大商主了解实情后 急速地返回到罗刹女的住处 罗刹女问大商主说 贤大商主 我说的铁城你看到了吗 大商主回答看到了 又问罗刹女 我如何做才能逃脱此处呢 罗刹女说 有圣马王能救度一切友情 于是大商主又趁着罗刹女熟睡时 悄悄前往圣马王的居所 见到圣马王正在淡食白药草 吃完之后 从金沙地骤蚁而起 镇摆身毛后 问菩萨说 何人而欲达于彼岸 如此问三次后 又告诉大商主 如果想要去者 应当自己言说 于是大商主告诉圣马王 我欲达于彼岸 如是说完之后 大商主又悄悄回到罗刹女那里去 罗刹女醒来之后 心生悔意 就问大商主 你的身子为何这么冷呢 大商主知道罗刹女后悔了 就说只是去城外游逛了一下 隔天一早 菩萨就把其他的商人约出城外 出城外后 暂些一处 商人们还在这里互相攀比着 谁家的妻子与自己最相爱 对自己如何好呢 这时大商主给他们当头一棒 你们这样是难以解脱的呀 为何贪爱这些罗刹女呢 商人们一听 害怕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大商主说 真的 这个狮子国里面都是罗刹女 不是人 和你们共住的美人 实际上是罗刹女呀 众人一听 赶紧商量着逃跑 大家约好三天后一起到圣马王的处所 祈求圣马王带领他们离开狮子国 到达彼岸 三天后 天才刚亮 五百位商人就到约定的地点集合 前往圣马王的住处 到了之后 大家见到马王 吃草骤蚁 朕摆着身毛 这时 狮子国的大地进阶振动 圣马王又问 现在何人欲前往彼岸 商人们一起回答 我等现今欲前往彼岸 于是圣马王奋迅其身而说 你们应当一心前进 千万不要回顾狮子国 圣马王说完之后 大商主先乘上马王 然后五百商人也都登上了马背 这时 罗刹女听闻五百商人逃离的消息 赶忙奔驰追逐 悲体哀嚎 许多商人听到声音 心一软 就想回头看 这一回头 不自觉地就坠入海中 罗刹女就现出原形 争抢着撕咬商人们的肉 最后 只有大商主义人安然回到故乡 这是观世音菩萨和 释迦牟尼佛的另一段因缘 观世音菩萨与阿弥陀佛 曾为阿弥陀佛的儿子 共同发愿《悲华经》中说 往西过横河沙等阿僧指节 有佛世界名叫山提兰 此世界在善池大劫时 有转伦圣王名叫吴正念 就是阿弥陀佛的过去生 吴正念有千个儿子 大儿子名叫不炫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过去生 那时的佛名号为宝藏如来 有一次 吴正念王与他的千个儿子 一起供养宝藏如来 以及所有的比丘僧 长达三个月之久 供养完毕 大家便各个将功德回向发愿 有的发愿做刀利天王 有的发愿做天上的范王 有的求取大财富 有的祈求成为生文 而吴正念王自己 既还是祈愿再次成为转伦圣王 这些愿望都是人天福报之愿 最多只到生文 并没有发心回向成佛者 当时转伦圣王有一位大臣名叫宝海 吴正念王和他的王子们 各自回向发愿后的当晚 宝海大臣就做了一个怪梦 梦中他看到吴正念王变成人形珠面 身上沾满血迹 四面八方到处奔驰 并且开始吃食各种虫类 等到吃饱后 竟然有无量众生来争实转伦圣王的身体 就这样死亡了 就这样死亡了再投生 依然是人形珠面 再次被众生吃掉身体 再投生再死亡 宝海越看越觉得恐怖 不仅如此 他还看见诸位王子 有的是象面 有的是水牛面 狮子面 或是狐狼豹面 猪面等 他们也都淡食无量众生 接着又被无量众生所失 也跟他们的父亲一样 生父死 死父生 事事都是如此 宝海从梦中惊醒 立刻去请教宝藏如来 如来告诉宝海 这是因为吴正燕王和王子们虽然修福 却一心求取世间的福报 以致在福报响尽之后 又落入恶趣轮转 接着如来又向宝海宣说投生六道的种种苦处 宝海听后 就把梦中所见及如来的教会 转述给转轮圣王以及王子们 劝其要发起成就佛道的菩提心 不要只求仁天福报而已 国王和太子挺从宝海的劝告 决定重新思维八愿 不愿太子感叹众生在苦中复苦 造罪业 受恶报 又再造罪 轮回不休 不得拖出 于是他就在宝藏如来前发起大愿 世尊 现今我以大音声告诉一切众生 我的所有一切上根 广皆回向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愿我行菩萨道时 如果有众生 受到一切苦恼恐怖等事 退失于正法 躲在大暗处 忧愁孤苦贫穷 无有救护 无有医治 无有防射 如果能意念我 称念我的名号 为我天耳所听闻 天眼所观见 如是众生 如果不能除灭苦恼者 我终究不能成就佛果境地 不愿太子发愿后 宝藏佛赞叹说 善男子 你能观察天人及三恶道一切众生 让他们生起大悲心 帮助他们去除一切烦恼 使其安住究竟快乐 同时 如来也授记他将来必成佛 善男子 现在称呼你为观世音 你在行菩萨道时 已经有百千无量亿纳由他众生 得以脱离苦恼 你为菩萨时 已经能大做诸佛之事业 在无量受佛入于涅槃之后 其净土就转名为一切真宝所成就世界 你在后夜 于菩提树下座于金刚座 于一面间成就等正觉 如来 好未变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 宝藏如来未观世音 而说济言 大悲功德 金英海奇 第六种动 即诸佛界 十方诸佛 以受辱祭 当成为佛 故应欢喜 原来 在九远节以前 观世音菩萨就早已被授记要做阿弥陀佛的接班人了 观世音菩萨和大士智菩萨 一对莲花童子 从阿弥陀佛的两邪出生在观世音菩萨受祭经中 记载了观世音菩萨的另一段本身故事 在无量德聚安乐世音菩萨 世界中有狮子游戏金光王佛出现于世 当时有一位圣威王听闻如来宣说无量法印之后心中充满了法喜 回到王宫后 他就不断地思维修习善巧的佛法 一心安住在无量法印善巧法门之中 圣威王将从佛陀所授持的这些法门应用于禅观之上 他的禅定境界越来越殊胜 功德也越来越具足 有一天 当他正安住在无量法印的禅定时 他的左右两斜下忽然生出两朵书庙可爱的莲花 这两朵莲花完全开敷之后 从中化生了两位十分庄严 并双族家夫缠座的童子 圣威王以继问他们的名号 汝为天龙神 夜叉揪盘茶 为人为非人 愿说其名号 从幼邪化现者 即观世音菩萨本生 自称为宝上 一切诸法空 云和问名字 过去法已灭 当来法未生 现在法不住 人者问谁名 空法亦非人 非龙非罗刹 人与非人等 一切不可得 从左邪化现者 即大事至菩萨本生 自称为宝义 明明者西空 明明不可得 一切法无名 而欲问名字 欲求真实名 未曾所见闻 夫生法即灭 云和而问名 名字即语言 皆是假施舍 我名为宝义 比名为宝尚 而圣威王则是 阿弥陀佛的本生 圣威王看到这两位可爱 具足功德的法子 心中十分欣喜 他认为这两位法子的出生 一定是由于佛陀加持的缘故 所以就十分欣喜地带领着 宝义与宝尚这两个儿子 共同前往菩提道场参访 感谢狮子游戏金光王如来 见到佛陀 两位童子五体投地 头面礼足 接着又绕佛陀三扎 向佛陀表达了最殊胜的敬意之后 退在一边 双手合掌 一口同声请佛开示 应该如何供养佛陀 何种供养才是最殊胜的 云何为供养 无上两族尊 愿说其义去 闻者当奉行 华香众极乐 衣服要卧具 如是等供养 云何为最盛 狮子游戏金光王如来听了十分欢喜 微笑着对两位童子 开示了无上供养的真意 发起无上的菩提心 当发菩提心 广计诸群生 誓则公正觉 三十二名相 射满横沙沙 真妙庄言句 奉献诸如来 即欢喜顶待 不如以慈心 回向于菩提 誓福为最盛 无量无有边 于公无过者 超于不可计 如是菩提心 碧成等正觉 听了狮子游戏金光王如来的开示 两位童子共同发起菩提心 诸天龙鬼神 听我狮子吼 金鱼如来前 同是发菩提 生死无量劫 本计不可知 唯一众生故 耳术节行道 况此诸节中 杜托无量众 修行菩提道 而生疲倦心 我若从今始 起于贪欲心 誓则为欺狂 十方一切佛 称惠于吃够 千吉亦复然 今我说识语 远离于虚妄 我若于今始 起于生闻心 不乐修菩提 誓则七世尊 亦不求原觉 自己立己身 当于万一节 大悲度众生 如今日佛土 清净妙庄严 令我得到时 超于一百千 国无生文重 以无原觉成 纯有诸菩萨 其数无限量 众生竟无够 西聚上妙月 出生于正觉 总持诸法葬 此事若诚实 当栋大千界 这是观世音菩萨 和大世智菩萨的因缘 也是他们和阿弥陀佛的 一段因缘 以上所述是经典中 所记载的观世音菩萨 和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大世智菩萨的 因缘故事 但我相信他们 无量节以来的身因 后远远不止这些 我也相信我们和观世音菩萨 也有很多的因缘公案 只是目前我们智慧有限 看不到罢了 我们就好好念佛 等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成为一生补处的菩萨 所有的因缘故事 就全都能知道了 还能帮着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一起做众生呢